阿们 愿主赐福祂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我们在祢面前 恭敬的感恩 送赞 也谢谢祢把摩西五经 特别是出埃及记赐给我们 主 圣灵求祢自己 帮助我们能够顺服祢的引导 顺服祢的旨意 主 我们也许可以学很多知识 但我们需要的是能够顺服祢 所以求主圣灵赐我们力量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除埃及记讲到今天是最后一次 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 收获很多的一个旅程 你也知道我其实没有 我不是每一样事情都是专家 我也是一边学 一边教 一边准备奖章 一边又学到新的东西 出埃及记对我自己个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丰盛的属灵之旅 我原来以为出埃及记就是 讲讲法老 讲讲出红海 讲讲实灾 讲讲实界 没想到我越读 越学习 越预备 我里头的领受就越深 这本书实在太美 到了今天这里的结束 这个会幕最后搭建成功 你知道上次我们也谈到以色列人犯罪 让这个会幕差一点搭不起来 但感谢主 主的旨意 主的恩典 胜过人的悖逆 胜过人的罪恶 要是主的恩典 主的旨意 被人的罪孽给胜过的时候 我们今天都灭亡了 感谢主他继续把这个会幕给盖完 我们跳过了几张 大概35张到39张 是因为他基本上重复了 前面所有的这些经文 所以我们跳过去 但上帝吩咐摩西 摩西就照着做 把会幕搭完 云彩就覆盖会幕 这边刚才我们清清姐替我们读到了 云彩降临的时候 摩西不能进会幕 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开始 在伊甸园上帝与人同行 一直到这一章 上帝又再次与人同行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天 上帝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同行 他们悖逆了耶和华 赶出了伊甸园 从此与神隔离 当中经历了挪亚洪水 经历了巴别塔的分散 经历了埃及帝国的建立 最后他们在埃及帝国成为奴隶 上帝把他们拯救了出来 最后神与人同在 我今天的题目是新天新地 因为你要看到出埃及记这个结束 是新天新地的开始 这个新天新地当然很快又旧了 因为从立会记 从民宿记又看到人的罪还在里头 所以这个新天新地还要再被更新一次 那基督来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会幕说我就是会幕 我的复活带给你们新天新地 可是那个基督的那个新天新地 所谓的这个迁徙帝国 迁徙年是基督复活的时候开始的 那个新天新地呢到今天又旧了 所以我们在等基督的再来 这个时候的最后那个的新天新地 就是彻底的没有罪的新天新地 所以你可以大概知道 圣经里面有几次的新天新地 第一次的新天新地是 猜一猜 上帝照亚当夏娃的那个伊甸园 是不是新天新地 全新的嘛 对啊 全新的然后人立刻就弄脏了 立刻就弄坏了 弄到挪亚上帝受不了了 把全地用大洪水洗干净一次 是不是新天新地 又是一个新天新地 结果呢 挪亚的儿子又把他弄坏了 弄这个坏的新天新地 弄到埃及的时候 最后是最邪恶 最抵抗上帝的年代了 上帝用大洪水把他们灭在那里头 把他们带出来 建了一个会幕 新天新地 这会幕又弄脏了 我们后来也看到 亚伦那两个儿子献上反火 被击杀 然后最后会幕被遗忘 建了圣殿 圣殿又被撇弃 耶稣说我是神殿 所以这个新天新地的这个题目 它绝对不是只有未来 而是上帝在过去 到今天 祂一直在进行的工作 祂要来更新一切 祂要来更新 祂要restore 祂要renew 祂要使这个被最玷污的世界 重新变成 适合祂居住的地方 这个宇宙中适合人居住的地方的星球 非常少 他们叫做 在科学家叫做HZ Hospitable or Habitable Zone 在这宇宙的所有的行星里面 Habitable Zone是非常少的 在地球上呢 适合上帝住的地方呢 更少 他觉得这个地方真脏 所以这整个会幕的建造 是给你看到 他有一个这个计划 要让他适合降临在这种东西 我今天没有放什么slide 所以这个slide就放在那边 你不用看什么slide 我没有怎么准备slide 这一个会幕 上帝建造之后 他说我与人同行 再次与人同行 所以是一个非常 关键性的一个时刻 在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 再次与神有这种亲密的同行 是非常珍贵的 到一个程度 真的就是上帝的云彩 火降在那里 在这个火呢 点燃了祭坛的火 所以以后所有的献祭 跟香坛的火 都是从这里的火开始的 从上帝点的火 产生人的献祭 产生人的祭物 这个烟和云 在约尔书也出现过 我不特别谈 它当中有烟雾 有云 有血 这是上帝大而可畏的日子 来之前要出现的 也就是这个献祭 再次出现 再次让人回到神面前 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我大概只有看得到 两个重点 除了这个新天新地的主题之外 这个上帝不断地在工作 在进行 这是我们的盼望 另外两个重点呢 是在你每次查经的时候 看到的 我喝点水 抱歉 我带点水 在上面唱完歌 讲完刀 另外有两个重点 在你多次读这段经文之后 你会发现这两段经文里面 有两个重要的 这个新天新地里面 所必须有的 第一个呢 是高 是高抹 涂抹 第二个词呢 也被重复多次的词 是分付 正如耶和华分付摩西 所以这两个词的新天新地里面 要开始新天新地里面 最重要的两个重点 如果你圣经还打开着 圣经打开着 觉得我们 有的时候太依靠slides 两千年的教会历史 都没有slides 我们突然一下没slides 活不下去的感觉 No I refuse to believe that 如果你的圣经还打开着 是在出埃及第40章 你可以看到里头 有许许多多 多次的抹上 抹上 特别在第九节开始 又用高油 把帐幕 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 这个高油 我相信你们也知道 这个词在西伯来文 就是Messiah Mashe Messiah 这个词抹油 在希腊文 新约的希腊文 就是Christ 或者是 被抹的是Christus 所以这个Messiah 这个基督 我们翻成基督的这个词 原文就是抹油 就是高抹 以这样子来明白 这段经文的话 你就看到 第九节就成了用基督 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基督上 如果你要这样翻译的话 是可以这样翻译的 使帐幕和一切器具都成圣 就都成圣 第十节 又要基督 凡祭坛 和一切器具 使坛 成圣 就都成为至圣 十一节又说 又要基督洗浊盆 和盆座 只盆成圣 然后十三节要给亚伦 穿上圣衣 又基督他 使他成圣 整个圣 只成为圣 是因为基督的高抹 这个高抹是圣灵 基督的灵 高抹这些 所以基督自己是受高抹的那一位 他是被圣灵高抹的那一位 可是在这里呢 你可以感受到他这边在谈的是 如果没有基督 在这整个会幕的每一样事物里面 包括 包括祭司 抱歉 再喝一点水 包括祭司 大祭司 跟他的儿子 如果没有基督 这个会幕就是普通的一个帐篷而已 也就是在这个 你在想那天在十八节 摩西立起帐篷 安上戴卯的座 他们把那柜子搬进去放着 那个柜子 那个时候是不是圣洁的 还不是 直到被基督了以后 他才圣洁 直到基督的灵 同在之后 才圣洁 这个正式表达了我们自己的本相 我们是圣洁的人吗 我们不是 可是当我们被基督之后 我用这个当动词你知道吗 当我们被基督之后 我们成为圣徒 我们成为适合神居住的地方 所以整本旧约 你也听过这样的系统神学 整本旧约都是指向基督的 所有的会幕 所有的事物 全都是指向这个基督 而我们需要的 是圣灵把基督 高膜在我们身上 格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节 我念给你们听 格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节 说 那在基督里 兼顾我们和你们 并且 高我们的 就是上帝 他又用印 印了我们 并赐圣灵 在我们心里 做凭据 那高我们的 就是上帝 他怎么高我们 用圣灵 在我们心里面 做凭据 所以所有的圣徒 你必须被高 你必须被圣灵 高膜 你必须有基督在你身上 我们在楼上今天 也刚好谈这个题目 在英文堂 你需要圣灵的高膜 你才能成为基督的身体 你才能成为基督徒 若没有圣灵 没有人是属基督的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 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高 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情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 藏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自有主的恩高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高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所以这个高膜圣 会幕的这个恩高 今天也高膜我们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各位 我没有办法教导你什么东西 我教的东西 我所有所讲的东西 如果没有圣灵在里面 做回应 呼应 或者echo 回音 你不会有任何感受 不过就是一个人 他讲话也不好听 也没什么好的笑话 如果你是来这里听演讲的 我告诉你你会很失望 我不是在这里做演讲家 我也不是在这里说相声 我不是在这里说笑话 虽然我有的时候觉得 我自己很好笑 可是 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聚集的目的 而是你在这里听 然后圣灵有没有感动 你在里头感动你 这是我们聚集 一起敬拜神 听神的话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圣灵在你里头的工作 所以这个高膜很重要 在整个会幕里面 所有的气息都被高 第二个很重要的 上帝与人同住 上帝创造新天新地 里头的最重要 可能除了高膜之外 另外一个重要的元素 就是神的吩咐 人要听话 这个吩咐这个词 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八次 在出外集四十章 出现了八次 重要的事情是说三次 他说八次 他绝对不是浪费墨水 古代的墨水 文章 这纸张是这么贵 他绝对不是浪费墨水 他一定要告诉你一个信息 上帝的吩咐 上帝的吩咐 这里不断地说 摩西做的事 按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二十五节在他面前点灯 是按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在坛上烧了香 是按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所有在这边做的事情 献祭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这个词吩咐不断出现 我在读这段经文 就立刻想到另外一个新约的吩咐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记得吗 在大使命中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 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耶稣在升天前的大使命 It's all about 吩咐 right 这是清联系 整本圣经 从头到末了 都是跟上帝的吩咐有关 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 是跟上帝的吩咐有关 我就开始查这个词 其实你们要查经也很简单 我慢慢教你怎么查经 开始在你的软件中 或电脑中输入这个关键词吩咐 你就发现 原来在创世纪里面 上帝的吩咐就出现了 在伊甸园里面 上帝 创世纪二章十六节 耶和华上帝吩咐那男的 亚当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都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上个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个吩咐就出现了 上帝要与人同住 有一个条件 你听我的吩咐 我们也知道那个结果 他们有没有听那个吩咐 没有 到了三章十一节 吩咐这个词又出现 耶和华说 谁告诉你赤身肉体呢 他们两个躲起来了 说赤身肉体躲起来了 莫非你吃的我 吩咐你不可吃的 那树上的果子吗 人违背了耶和华的吩咐 你可以想象 那天摩西 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吩咐 来建会幕 会有什么情况 摩西说 这个柜子不好看 我换个样子 没有照耶和华的吩咐 这是摩西死在神的面前 亚当夏娃为什么死在神的面前 或者虽然没有当天死 可是他们被判了死刑 他们不照耶和华的吩咐 创西三章十七节 还在伊甸园 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吩咐你 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被为你的 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生劳苦 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这个妻子我们知道 夏娃听从了魔鬼的话 听从了魔鬼的吩咐 亚当就听了他妻子的吩咐 人其实慢慢你会慢慢发现 我们最后所有的吩咐 有两个source 两个source 对吧 我们人最后做的所有的判断 跟每一样决定 把它浓缩到最后 都只剩下两个源头 你说没有没有 我做决定是按我的决定 我没有听任何人的决定 真的吗 比如说我买房子 我要买在Oakimus 我没有听任何人的决定 是我决定的 我也没有魔鬼在后面告诉我的 我买的Oakimus房子 没有任何影响吗 没有人告诉你 该在哪里买房子过吗 那个影响是哪里来的 那个影响的影响又是哪里来的 谁影响了他 我们在所有的决定里面 如果你仔细分析 最后都是这两个源头 哎呀你干嘛让他这样欺负你 打回去 顶回去 另一个声音是说 饶恕他吧 你要爱人如己 你最后怎么决定 你只有两个 你只有两个选择 永远就是这样 你看你丈夫这样欺负你 你啊 你永远只有两个声音 夏娃看着这果子 是他的决定吗 还是有另一个声音 他没有听耶和华的吩咐 这个耶和华的吩咐 你会慢慢发现在整本圣经里面 throughout the entire Bible 所有的圣经人物 凡属神的人都有这个记号 他听从耶和华的吩咐 挪亚在创世纪六章二十二节记载 挪亚就这样行 凡上帝所吩咐的 他都照样行了 这个吩咐这个词 在挪亚神上出现 凡上帝所吩咐的 他都照样行了 感谢主 要不然他就乘船 他就被淹死 他说这船不用盖太大 小一点 小一点就完了 感谢主 耶和华所吩咐的 他都照样遵循 所有在圣经里面 被上帝所用的 被上帝所拣选的 被上帝所爱的人 都有这个记号 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二章第四节 亚伯兰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罗德也和他同去 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 年七十五岁 创世纪十八章 十九节 又说我眷顾他 为要叫他 吩咐他的种子 和他的眷属 遵守我的道 叫他吩咐他的种子 并行公义 是我所应许 亚伯拉罕的话 都成就了 亚伯拉罕一生 就被他的记号 跟挪亚一样 是听从耶和华吩咐的人 出埃及记 一章十七节 但是收生婆 敬畏上帝 不按照埃及王的吩咐行 竟存留男孩的性命 当年出埃及记开始 我们也谈到这两个收生婆 埃及王要消灭以色列人 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奇怪 当时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消灭阶级敌人 是永远也可以有理由的 让你杀的时候不觉得心痛 反而觉得是应该的 这是国安问题 在法老的问题上 对吧 以色列人要是跟外国人 接连在一起 来攻击我们这个埃及人 那怎么得了 他们人这么多 所以我们要消灭阶级敌人 我们要消灭 我们要处理国安问题 This is national security issue 对吧 国安会议一开 颁布命令 杀掉所有以色列的男孩 就这么执行的 你不会觉得 当时埃及人不会觉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河里看到一个婴孩又怎样 那个地方少去就好了 那个地方以色列人住得多 少去那里玩水 去这儿玩 那边别少去 就是这样子而已 埃及就是像杀婴孩的 到今天仍然如此 我们要杀婴孩有许多的理由 这两个仇生婆敬畏上帝 不按照埃及王的吩咐 存留南海的性命 出埃及记第十十章 这吩咐我们就不再看了 神明记十八章十八节 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 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 向你 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 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 都传给他们 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 我必讨谁的罪 这是预言基督要来 他也要做的事 吩咐他们 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 到了约书亚记第一章七到九节 我们知道摩西 遵循神的吩咐 约书亚也是如此 约书亚记一章七到九节说 只要刚强 大大壮胆 上帝跟他说 谨守遵行我仆人 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 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奏业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 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上帝 必与你同在 上帝与你同在的条件 跟耶稣当年升天前讲的条件 是一模一样的 你们去使他们做我的门徒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教他们遵行 我就与你同在 直到世界末了 没有改变 你千万不要以为 到了天堂 新天系地 就不用守律法了 这律法是永恒的 到天堂你难道不遵行 耶和华的旨意吗 你还是要爱你的灵色 如同自己 你到天堂还是要爱 尽心尽力尽力 爱主你的神 这个律法是不改变的 福音很重要 但是这个律法 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 律法的荣耀 这个律法是不改变的 它与耶稣亚同在的条件 是你听我的吩咐 你不听 你爱走你自己的路 你走你自己的路 你要效法你主亚当 你效法亚当 你走你自己的路 你要我与你同在 你听我的 我就与你同在 这是很清楚的 从会幕 从所有的经文 慢慢指向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 你的人生 你要是耶和华的同在吗 你要他的福气吗 你要他与你同行吗 你要听他 你老叫他听你的 就很麻烦 真的很麻烦 你老跟他讨价还价 你就很累 张宏文姐在笑 张宏文姐有很多故事 你们有空去找他听故事 他有很多故事 讲给你听 你跟上帝讨价玩价 就是你自己找麻烦 耶稣亚记二十四章十四节 耶稣亚老了 他跟以色列人说 二十四章十四节 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诚心实意地侍奉他 将你们列主在大河那边 和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 去侍奉耶和华 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 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主在大河那边 所侍奉的神呢 是你们住在这地 亚摩利人的神呢 但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常在基督徒的家里面 看到墙上挂的这个牌子 就是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 离开耶和华去侍奉别神 因耶和华我们的上帝 曾将我们和我们列主 从埃及地的维奴之家领出来 在我们面前行了那些大神迹 在我们所行的道上 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 耶和华又把住在此地的 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 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 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 约苏亚对百姓说 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 因为他是圣洁的上帝 是祭邪的上帝 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 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 耶和华在降福之后 必转而降祸于你们 把你们灭绝 百姓回答耶稣亚说 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 耶稣亚对百姓说 你们选定耶和华 要侍奉他 你们自己做见证吧 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 约苏亚说 现在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 专心归向耶和华 以色列的上帝 百姓回答约苏亚说 我们必侍奉耶和华 我们的上帝 听从祂的话 当日约苏亚就与百姓立约 在事件为他们立定 律例典章 约苏亚将这些话都写在 上帝的律法书上 又将一块大石头 立在橡树下 耶和华的圣所旁边 约苏亚对百姓说 看啊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 是因为听见了耶和华 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 这词再次出现 吩咐我们的一切话 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上帝 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 于是约苏亚打发百姓 各归自己的地业去 我们也知道百姓真的 如约苏亚所说的 没有侍奉耶和华 约苏亚和祂在位的时候 当年所在的这些长老 还在的时候 百姓侍奉耶和华 之后他们就忘了耶和华 不读耶和华的律法 个人按照自己心中 所看为正的事而行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我看不出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好 他们就这么做 你没读圣经 也不知道耶和华的旨意是什么 你就是说 我看这个事情还是不错的 我也查不出这有什么不好 那就这样做吧 那些故事就记在《诗诗记》里面 所有的《诗诗》都是觉得 我看这个事情是不错的 我们就这样做吧 他们就这样做了 有诗诗把自己的女儿献给耶和华 你去读这些故事 他们看起来觉得不错的事情 撒末尔记就是在《诗诗记》之后 最后的扫罗出现 撒末尔记十三章十三节 撒末尔记十三章十三节 撒末尔对扫罗说 你做了糊涂事了 没有遵守耶和华 你上帝所 吩咐你的命令 这个词又出现 扫罗为什么被耶和华弃绝 是不是他特别坏 他也没有特别坏 老实讲当第一任国王 当成这样也不错了 以平心而论 以世界各国的国王比一比 打仗也挺认真的 扫罗也没这么差 他也没有妻妾成群 OK啦 圣经对他的评论就是 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上帝 所吩咐你的命令 他自己献祭 他不是祭司 他自己献祭 他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 若遵守耶和华 必在以色列中 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 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 合他心意的人 立他做百姓的君 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 所吩咐你的 这个吩咐这个词 从亚当到挪亚 到亚伯拉罕 到摩西 到约书亚 这个扫罗是没有听他吩咐的 就被换掉了 在《猎王记》上十五章五节 《猎王记》上十五章五节 对大卫的生平 做了这个评论 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 就是杀他 然后抢他老婆 然后谋杀乌利亚 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 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真的事 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吩咐 从挪亚 亚伯拉罕 摩西 约书亚 扫罗掉下去 然后大卫 又来一个没有违背耶和华所吩咐的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 我们也知道他的故事 他一开始很乖 后来就不乖 建完圣殿 在《猎王记》上九章一节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王宫 并他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 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 如先前在鸡变向他显现一样 对他说 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 我都应允了 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 就是高抹他了 我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 我的眼 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 你若效法你赴大卫 存诚实正直的心在我面前 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 谨守我的律例典章 我就必兼顾你的国位 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 正如我应许你赴大卫的一样 条件仍然是一模一样的 扫罗当年没有听我的吩咐 我把它换掉了 所罗门你也一样 没有什么侥幸的 没有什么 oh but you know you know this is kind of difficult 没有什么理由的 还没有什么excuse 他就是你是我的人 你就是听我吩咐的人 要不然我就把你换掉 我就不与你同在 这个条件没有改变 意思是从创世纪 弄到猎王纪 都是如此 西西迦王在猎王纪下 十八章五节 西西迦王 圣经这样记载他 西西迦王 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 在他前后的犹大猎王中 没有一个吉他的 因为他专靠耶和华 总不离开 谨守耶和华 所吩咐摩西的诫命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无论往何处去 尽都很同 这个不改变的 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改变 我们刚才讲到新约 到耶稣的应许都是一样的 以谨守耶和华的吩咐 甚至到了马太福音的约瑟 真的很美的这些故事 约瑟 他晚上做梦 天使叫他把玛利亚娶回来 按照自己的判断 玛利亚是不贞结的女孩 对吧 这个婚前已经有婚约了 结果怀孕了 对吧 然后还编什么理由 说是上帝让他怀孕 那真的是找死这个女孩 怀孕就怀孕 还东扯西扯扯上帝 我没办法跟他在一起 他就已经决定好 我要修了这个 我要跟他断 我要跟他分手了 结果晚上做了梦 天使跟他说 真的是上帝给他的孩子 OK 你把他娶来 约瑟醒了 一章二十四节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四节 约瑟醒了起来 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 等他生了儿子 就给他请名叫耶稣 对吧 约瑟是听主的吩咐的人 玛利亚也是如此 他虽然没有用这个词 可是玛利亚在 约翰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八节 记载了说 他跟天使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我们所有的圣徒 历代的圣徒 都有这个记号 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愿意听 就是这样 这是从会幕看到的 从整本圣经看到的 就是这一个 耶和华所吩咐的 我愿意遵行 虽然很难 有的时候真的很难 娶一个已经怀孕的女孩 戴绿帽 我不知道戴到什么时候 到底是谁的 这种感觉 就是 主说这是我的 你娶回她 OK OK 我听你的 就是这种 拒绝自己的 看见 拒绝自己的 分析 拒绝自己的 智慧 而以 耶和华的话 来遵行 这个是 旧约到新约 你看亚伯拉罕 七十五岁 耶和华说你搬家 我四十三岁 我都懒得搬 还要搬家 No 搬家 拒绝你自己的 感觉 你的分析 你的眼光 你的评论 你的看法 拒绝你 微信群朋友的建议 拒绝你 其他的 觉得这应该是 对的东西 然后说 主我听你的吩咐 很难 但永远 每一个神的孩子 都经历这个事情 主就与你同在 这是我的应许 他不改变 耶稣再强调了一次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都吃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外民座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施洗的末了 耶稣自己也是如此 他没有自己 没有自己说说而已 他自己也是 顺服天父的旨意 作为三一神的第二位 他大可以说 我就是道路整理生命 我以前跟你讲过 对吧 我们任何人可以 违背天父旨意的 就是耶稣 我就是道路整理生命 开玩笑 这个 I am the truth 我就是真理 还听谁的呢 还有谁比我对 结果约翰福音14章31节 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 并且父怎样吩咐我 我就怎样行 连耶稣在地上 他都这么说 怎么吩咐我 我就怎样行 所以一看福音15章14节 耶稣就说 你们若遵行 我所吩咐的 就是我的朋友了 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这是上帝给他的特别地位 亚伯拉罕 My friend 我的朋友 今天仍然如此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 你就是我的朋友了 You're my friend 你老实讲 你常听他的 他就会常跟你说话 OK 如果你从来没有听到 上帝跟你讲过话 通常是因为 你从来不想听他的 他讲一句 你回三句 他就很累 上帝就很累 老跟你说话 你就老在那边 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主啊 我替你已经想好了 你就这样子安排 我就很开心 奉耶稣那名祷告阿门 主啊 你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走吧 你爱干嘛 你干嘛去 所以你就感觉不到 好像上帝对你说话 上帝在质疑你 引导你的人生 你就会觉得 主啊 你的质疑是什么 主说你都已经想好 你还问我 所以这个真的是关键 每一个人 如果你想要 真的是成为主的朋友 什么事情 主会跟你讲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个关键 你愿意顺服他 你不管多难 你会说 OK I'll obey you 这真的很难 但我听你的 主就跟你说话 主就与你同战 这个歌尼流 在《使徒行传》 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这叫这个百夫长 歌尼流 第一个信主的外邦人 歌尼流说 前四天这个时候 在《使徒行传》 十章三十节 歌尼流说 前四天这个时候 我在家中 守着身处的祷告 忽然有一个人 穿着光明的衣裳 站在我面前 说歌尼流 你的祷告 以蒙垂听 你的周记 达到上帝面前 蒙纪念了 你当打发人 往约帕去 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 他住在海边 一个俏皮匠西门的 西门的家里 所以我历史打发人 去请你 你来得很好 他跟彼得说 现今我们都在 上帝面前 要听主 所吩咐你一切的话 信主的人 就是听主吩咐的人 《帖达罗尼迦》 后书三章六节 弟兄们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吩咐你们 若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 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 就当远离他 所有的基督徒 圣徒 你要神同在 就是听神的吩咐 你就进入了一个新天新地 与主同在的地方 不是吗 新天新地就是与主同在的地方 你以为新天新地是什么 当然了 这新天新会越来越好 会越来越好 这个是第一个新天新地 到挪亚被翻新 那是第二个新天新地 到了这个 《苏埃及》第四十章 是第三个新天新地 然后到最后 圣殿被毁 基督复活 是第四个新天新地 这个新天新地 会再被毁坏 然后还有一个 第五个新天新地 当然会越来越好 但新天新地的实质 就是与神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你与主同行的 每一天都在新天新地 可以这么说 都是在新天新地里 关键就是需要听主的 时间已经到了 不讲故事了 想听故事找双文节 我们一起祷告 主圣灵我们来你面前 求你的怜悯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想顺服 的确也发现是很难的 我们的习惯就是按照 自己的判断 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想法 或者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而做出人生重要的判断和决定 但我们常常对你的话 有许多的疑惑 不解 甚至不信 我们听到你的话 我们仍然说 这不可能是真的 这是我们找一堆的理由 来拒绝 来搪塞你 来躲避我们 听你话的这个责任 主 你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 常常受了许多的苦 就是因为我们不听话 我们人生碰了很多的灾难 患难 苦难 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听你的 我们在拉你来垫背 我们要我们的 要你来 听我们的 主 求你赦免我们 主 今天让我们 每个人在你面前 仍然立约 说主 我愿意听你的 我是以前有几次不乖 求你赦免我 主 将你就应许我们 与我们同行 与我们同在 主 使我们所做的 凡事横同顺利 我们知道 当然不是信主人 从来没有困难 但就是在困难中 我们也看到你的同在 看到你的帮助 看到你的应许 谢谢主 求你 求你垂听我们祷告 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的 我们唱回音诗歌